大家平安 很高兴我们又回到课堂上边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 还是接续我们上个礼拜要谈的 就是关于讲到诗篇当中的咒读诗 这的确是一个不大容易理解的一个题目 但是却很重要 我相信上个礼拜我们透过对咒读诗的第一讲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就了解到咒读诗的一些 在圣经礼拜的地位和它出现的时间 或者是后会的背景都有很多的帮助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第二讲 那我相信第二讲礼拜对我们也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学习 那首先呢我们还是一开始我们要学两篇咒读诗 我们知道在诗篇当中大概有18首咒读诗 或者含有咒读诗元素的这些圣经的经文 那么今天要看第三个我们的举例 就是诗篇第52篇 我现在要读这段经文 诗篇第52篇 以东人多艺来告诉扫罗说 大卫到了亚西米勒家 那时大卫作者训会诗交于灵长 勇士啊 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 神的慈爱是长存的 你的舌头邪恶鬼诈 好像剃头刀快礼伤人 你爱恶圣次爱善 又爱说谎 不喜爱公义 希拉 鬼诈的舌头啊 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 神也要毁灭你 直到永远 他要把你拿去 从你的帐篷中抽出 从魂之地将你拔出 希拉 一人要看见而惧怕 并要笑他 说看啊 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 只一张他丰富的财物 在邪恶坚律自己 至于我 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 我永永远远地依靠神的慈爱 我要称谢你 直到永远 因为你行了这事 我也要在你圣明中面前 仰望你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我想我们在了解这个 咒读诗的时候 如果你多了解这个诗篇的背景 我相信呢 对你了解这个诗篇呢 会有很多的帮助 很多的帮助 我这里看到说 以东人多艺来告诉扫罗 因为要告诉扫罗说 大卫到了雅西米勒家 如果你要看撒马尔记上 21章或者22章 就讲到当时大卫 就是来 为了来逃脱 这个扫罗的追杀 到处躲避 那有次呢 他又到了这个雅西米勒家 这是什么人呢 他是个挪国 那个地方 住耶路撒冷城 在往北边一点 一个城的一个祭司家 那是一个非常有善良之心的人 他去的就是为了躲避 这个扫罗的追杀 其实雅西米勒呢 认识他 知道了他是扫罗的女婿 但也不知道大卫为什么要来 那么他还是善待他 给他给食物 给他给一些供给 可以说是大卫的恩人 结果到他家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人出现 这个人叫多义 这个名字起得和他人不一样 他是一点都不多义的人 他看到大卫到了雅西米勒家以后呢 他回去就告密 就告诉扫罗 这个多义是什么人呢 圣经说呢 他是扫罗的私募长 就是一个负责扫罗的这个 这个牲畜的 牛羊骆驼是管这个的 应该是一个管家吧 这是一个在当时很有这个实权的一个官 官不大 但是很有实权 因为他掌握牛羊 骆驼 牛驴马屁等等 他说啊 这个大卫呢 在雅西米勒家 他收容他 而且帮助他 那大卫一听之后呢 就非常生气 就说你去 你把这个雅西米勒给我杀掉 所以多义 这个以东人多义呢 但以东人呢 并不是以色列人 他是以色列的这个近亲 当他领受这个命令之后呢 他就去了雅西米勒家 把他全家人通通杀光 不只是杀了他这个祭司 而且还是另外杀了85名祭司 可以说是将 罗伯这个地方的祭司呢 通通都杀光 当时呢 因为这个 雅西米勒的有一个儿子呢 就逃脱了 所以这个以东人多义的 非常生气 这个雅比亚他 就是这个雅西米勒的儿子 逃了以后呢 他就是宁错杀一万 不牛十亿个人 他把那个城里边的 男丁妇女儿童的通通都杀光 甚至连牛驴马匹都杀光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 一个邪恶 非常一个狠毒的人 所以大卫呢 后来就听说 是因为这个雅比亚他 就是雅西米勒的儿子呢 去告诉他说 我爸爸被多以杀了 那些85个祭司 也被多以杀了 全城的人都被多以杀了 那大卫听了以后呢 就很难过 为什么难过呢 因为大卫知道 这个雅西米勒全家遭难 这些祭司全家遭难 这个罗伯城的百姓遭难 是因为他的缘故 因为他去躲避 好像是给人惹了祸了 连累人家了 他的心里就很难过 同时呢 他对这个多亿的行为呢 非常的痛恨 所以他就写了这个诗 这里说呢 那时大卫做这讯会 是教育领长 那圣经里边就讲了说 其实大卫当时写的诗之后呢 是以后教育领长的 因为领长是大卫做亡之后 在耶路撒冷城 这个圣殿里边 建立了这样一个 敬拜的一个规矩 一个秩序的时候呢 才设立诗班长 这是之后的事 但是可以看到呢 这个诗篇 是大卫经历到 亚西米勒全家遭害 整个城里遭害的时候呢 一个非常一个痛苦 一个心里边 一个情感的一个表达 那这里呢 多亿这个人 是哪些地方不好呢 我们看第一句说 勇士啊 你为何以恶自夸 这类勇士在西伯来外当中 是一个强人 就是一个凶狠的人 他是一个贬义的 所以翻成这个勇士之后呢 我们有绝对行业的不大明白 其实就是一个强人 你为何做恶自夸 显然他做了恶事之后呢 他还夸耀自己这些行为 而且他是用舌头 邪恶鬼诈 他在扫罗面前 添油加醋 添汁加叶 以至呢 就挑起扫罗的愤恨 所以他是 爱恶 胜自爱善 又爱说谎 不爱公义 第四节 讲他的舌头的诡诈 还有呢 我们看到 还有一点就是第六节 他依仗自己的财物 依仗自己的财物 就表明呢 他是一个富有的人 但是呢 他却依仗自己的财物 然后呢 作恶自夸 所以这是 这个诗的背景 当我们了解之后呢 你就发现呢 大卫当时呢 真是一个 真实感情的属方 他为着死去的 亚西米勒的全家 他心存这种 悔恨和惋惜 但是他对这个 告密人移动呢 这个多亿呢 非常的仇恨 这里说呢 神要毁灭你 直到永远 他要把你拿去 从你的帐篷中抽出 从活人之地 将你拔出 一人要见他而惧怕 并向他说 看哪 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 只依靠他丰富的财物 在邪恶上建立自己 这里他宣告说 你依靠你的财物 你做恶事 神要把你从帐篷中抽出 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 坏话说 你必定死亡 那圣经里边呢 没有再讲 这个多亿的这个结果 那我相信这个咒诅 既然说出来 我相信神 必有他的这个预备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就看到这个 大卫为什么写咒诅诗 为什么说 你要死 从账户当中抽出 从活人之地拔出来 因为多亿 做了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就是他告密 天之家业 使这个一个祭司 和整个的祭司的一个团队呢 都被杀戮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另外一个有 这个咒诅诗元素的一个诗篇 如果你们记得的时候呢 这个诗篇是我们曾经学过的 曾经把它放在 这个 被掳之后的一个诗篇的介绍 我们知道最早的诗篇 是摩西的诗篇 那最晚的诗篇呢 就是诗篇第137篇 我想一两个月之前呢 我们曾经学过这个诗篇 但是学的时候呢 就讲到这是一个 以色列百姓回顾 他们在巴比伦 被掳时候的一些伤心事 第一节说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 齐安就哭了 齐安就是耶路撒冷 就是圣城的所在 我们把琴 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 掳掠我们的 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 要我们作乐 说给我们唱一首 席安歌吧 因为他们被掳的时候 他们是一个奴隶的身份 他们常常追想上帝的荣耀 追想圣地的辉煌 圣城的辉煌 但是他们一坐下之后呢 就哭了 这哭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们想念 这个 这个城 的荣耀 还方便呢 那些 掠夺他们的 抢夺他们 就是那些巴比伦人 说 哎 我们唱首歌吧 唱首席安的歌 你要知道 什么歌都可以唱 齐安是他们的痛啊 他们圣城被毁 百姓被掳 他们整个的 整个就是好像是都被摧毁了 让他们怎么唱这首诗歌呢 他们唱不出来 所以第四节说呢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 我若忘记你 请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 请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唐 注意啊 这些讲的说呢 我们怎么可以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这是羞辱我们吗 接下来呢 注意啊 这个诗人在第五节第六节呢 也讲了两句咒诅自己的话 他说耶路撒冷我如果忘记你 我请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的右手呢 残废了 我右手不能够工作 没有右手了 我右手断掉了 我若忘记你的话 是咒诅自己 但我若不纪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 且我的舌头贴于上唐 什么意思就是哑巴 这里说 如果我们在外邦能唱耶和华歌的话 那我等于说就忘记耶路撒冷 忘记过去的这种痛苦了 如果忘记 我宁愿我的右手残废 我要忘记你 请让我成为一个哑巴 不能够说话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这些被掳回来的人 他们那种对圣诚的向往 和对自己对神那种坚定的一个信念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呢 就讲到对敌人 对仇敌的咒诅 这讲说 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 以东人说 拆毁拆毁 直拆到根基 耶和华 求你纪念这仇 这第一个呢 是对以东人的咒诅 我们知道以东人 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人的近亲 他们的先辈 和以嫂 和这个 以什玛利的这个后代呢 都有这个血缘的关系 可以说是他们的近亲 但是呢 以东人呢 后来呢 和这个以色列为敌 在很多上边呢 他们比外邦人更凶狠的 对待以色列百姓 大家知道西律王吗 就在耶稣降生的时候 那个西律王 就是罗马的皇帝 为了统治以色列 统治犹大帝 他们就利用以东人 用以东人 就用这个西律王 来统治这个以色列 他是一个鸡迷的这样一个政策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东人的 一直和以色列这个历史里边呢 有很多的这种交集 所以一东说 拆毁拆毁直到的根基 一个话 求你纪念这仇 这是对以东人的咒诅 第八节第九节呢 是一个相当难懂得 一个非常不大容易解释的经文 这里说 将要被灭的花比伦城啊 有人做女子 报复你 向你带我们 那人便没有福 拿你的鹰还摔在盘子上的 那人便没有福 我们看 我们看这是一段血淋淋的经文 那我们去报复这些成年人 这些恶人 我们觉得 好像还可以理解 但是一个鹰海 摔在盘子上 这人还没有福 我们怎么想都想不通 其实呢 这是一个 有一个历史回顾的一个背景 当在公元587年 以色列被灭的时候 当时这些仇敌 就把鹰海 从母亲的怀抱里边拿出来 究竟找是怎么 孩子就撞上去 我们看到那个 这个的脑僵都摔出来 孩子就死掉 所以他们就是用一个 非常残暴的这个手段 就来对付 回来就来对待 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他们把男人掳去 女人掳去 把鹰孩都杀戮 这是当时的情景 这讲了说呢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 报复你的 像你带我们一样 那人便为有福 这里呢 其实呢 好像是个预言一样 当时这些巴比伦人 他们攻打 以色列城 毁坏以色列城 但是最后呢 他们被波斯所灭 那波斯当攻打 巴比伦城的时候呢 仍然 用这个当时 这些巴比伦人 对待 以色列百姓的方法 把他们的孩子 摔死在派世上边 所以你要是知道这点的时候呢 其实诗人呢 并不是说 他要把鹰孩摔在磐石上 而是讲到说呢 那些行恶作恶的人 上帝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对打他 就是中国人说 这个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不是不报 时候不到 所以当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理解的时候呢 我们就多多少少 可以了解到这个咒诅诗背后的一些背景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做一些思考 那有些人说呢 这个咒诅诗和新约的 你们爱仇敌的教导呢 是有所冲突的 还有人说 我们看旧约圣经里边 有很多的杀戮 像有很多的惩罚 整个的旧约圣经呢 好像是一个血淋淋的 一个好像是一个仇恨的 一个报复的这种光景 甚至有人说呢 因为旧约时代呢 是个律法的时代 七约时代呢 是个恩典的时代 律法的时代呢 我们是不讲爱的 是讲这个公理的 所以说 一眼还眼 一眼还眼 如果你伤害了别人 你要去伤害别人 就像这种报复对等 其实呢 这是对圣经 一个很大的误解 如果你要看圣经的话 这个爱仇敌 不只是旧约里边 新约里边的一个命令 耶稣说 我给你一个新的命令 这个新命令呢 只是重新提出来 放一个更高的标准而已 而不是提出一些 旧约里边没有的一些观念 在这里呢 我就罗列出几段经文 让我们知道呢 这个咒诅师 和新约爱仇敌的教导呢 它是放在一个整个 圣经一贯的教导的背景之下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新约的神 和旧约的神 没有差别 都是一位神 都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位神 所以这是我们知道说呢 既然是一位神 他做事情方法 都是一样的 你不要以为 在旧约的神呢 是凶残的 旧约的神呢 是慈爱的 这呢 你就是误解了 虚解了圣经 我们看在初埃及记 23章第4到第5节 又讲了说 若遇见你的仇敌的牛或驴 失离了路 总要迁回来交给他 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 亚卧在众陀之下 不可走开 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陀 你看他这里呢 他是用一个律法的角度 就讲了说 您不要说遇到仇人 就遇到仇人的牛驴 迷了路 你要把他迁回来 要送还回去 如果你的仇人 他的驴 这个驴的东西太多了 驴的米啊 驴的面啊 驴的可能怎么 压垮了 走不开怎么样 你和你的驴主 你和你的仇敌 一同 把那个重驴 把那个重的那些载物呢 要拉开 让驴可以 能够站起来 我们看这里呢 就讲得很清楚 若遇见你的仇敌 总要把他 他的驴 或者是那个 这个 驴迷路的话 要拿回来给他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不可送物以东人 因为他是你的弟兄 不可送物埃及人 因为他在你 因为你在他的地上 做过寄居的 就是生命纪里面 大家注意啊 生命纪 是往往把 以前 我们看来 创世纪 出埃及纪里面 我们看来 讲了很多的这种律法呢 再一次讲一遍 为什么再次讲一遍呢 因为生命纪讲的时候呢 是在这个 你现在百姓 要进迦南地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些听过律法的人 几乎都丧命了 都倒闭了 都过世了 所以要重新 给那些新一代的 以色列百姓 要来宣布神的律法 这是生命纪的一个背景 在这里说的 以东人虽然 恨恶你们 迫害你们 抢夺你们 但是呢 因为他们仍旧是你的弟兄 埃及人 对以色列呢 是又爱又恨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当时 这个约瑟 在埃及蒙恩 他做了宰相 就在以色列 全地遭遇饥荒的时候 那约瑟就 接他的全家 从以色列 到了埃及 寄居四百年之久 这四百年 也是一个他们 蒙恩的一个年代 也是他们受苦的年代 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 这个法老这个王 过世之后 新王 他们不再念旧情 所以呢 也是恐惧 以色列百姓 人丁兴旺 所以就重压他们 在这里说呢 单单因为 你们在地上寄居过 避过难 所以你不可 证悟 埃及人 所以这是我们看 以色列 当前的历史 我们看 其实在以色列国 1948年成立以来 有过好多次的战争 因为战争呢 是埃及联络 其他的一些 阿拉伯国家 一起来攻打 以色列的 所以可以说呢 以色列在过去 在历史里边 遭受过很多 埃及的一些欺压 一些欺辱 一些抢夺 那么在近代 那埃及呢 同样 给以色列造成了 很多的麻烦 但是 以色列和埃及 很早就有这种 和解的条约 那我相信 那我相信 以色列这些执政掌权者 他们记得这个话 你不可死 憎恶埃及人 因为你在他的地上 做过寄居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圣经的很多的经文 可能是好几千年前讲的 但直到今天你发现 都有个智慧 谋略在里边 好 那现在是我们在 真言里边 看到的 也是有关 这个爱仇敌的一些教导 你仇敌跌倒 你不要欢喜 他倾倒 你心里不要快乐 恐怕一个话 看见就不喜悦 将怒气从仇敌身上 转过来 这是真言书 这是旧约的一卷书 仇敌跌倒了 你不要幸灾乐祸 你也不要心里边快乐 因为神看见不喜悦 将怒气从仇敌身上 转过来 所以这不只是旧约教的 是让我们也看到说 我们在人生当中 我们会有很多人 比如说是欺辱我们 欺压 或者是捣乱 或者压迫 或者羞辱 可能就是我们的对头 我们的仇敌 但是呢 他们骚难的时候 你不要心灾乐祸 更不可以落井头石 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呢 都是说当仇敌 落魄的时候呢 我们拍手称快 当仇敌落难的时候呢 我们落井头石 我们觉得这时候呢 才方解一时之恨 但是圣经说呢 你不要欢喜 也不要快乐 因为耶和华不喜乐 不喜悦 而且呢 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神将怒气 从你的仇敌身上 转过来 接下来在真言 二十五篇 二十一到二十二的时候呢 你的仇敌 若饿了 就给他翻吃 若渴了 就给他水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 耶和华也必然赏赐你 这个把炭火堆在他头上 不是一种刑法 而是当时的一种俯语 那个意思就是 学里松炭的意思 所以你看啊 仇敌饿了 给他饭吃 仇敌渴了 给他水喝 你这样行的时候呢 神必赏死你 所以教导我们说 对仇敌 不要把事情做绝 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 那新约圣经 我们看在保罗 在罗马书 十二章 二十到二十一节 几乎全篇引用了真言 二十五章 二十一到二十一节的话 所以你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吃 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 反而以善胜恶 你看保罗 把旧约的爱的这种教导 融会贯通 教导当时的信徒 所以你看这些证明就知道呢 爱仇敌不是圣经里边 一个新的教导 是一个遗贯的教导 所以咒祖师歌 并非和新约的爱仇敌有冲突 在旧约圣经里边呢 就有这个爱仇敌的教导 我们再看下边 那基督徒如何看待咒祖师呢 就咒祖师怎么样来看待呢 那我想呢 第一个就要看对圣经整体的一个观念 在提摩太后书 三章十六节 注意啊 圣经里边好几个三章十六节都很重要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就讲到圣经呢 是神所漠视的 于教训 督则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所以从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 就是咒祖师也是神所漠视的 第二 咒祖师是对我们有益的 虽然我这样讲 你会觉得说 那我总觉得这个咒祖师呢 好像有什么益处呢 第一个 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在咒祖师里学两件事 第一个呢 学习 诗人对罪的这种恨物 我们今天信徒 很多时候我们对罪都比较麻痹 我们看了之后呢 就习以为常 好像我们对黑白之分 不是那么强烈 但你发现 咒祖师的这些作者 受圣灵感动 他们对这个善 对恶有一个非常鲜明的表达 而他们关心神的公义 和神的荣耀 特别看到神国度的事 看为众 所以我们从这点 然后看到说 要学习 神对罪恶的这种恨物 和对神的荣耀的一个关心 第二呢 就从咒祖师里边呢 要学习对神的依靠 我上节课讲到了 咒祖师虽然我们看到 骂得咬牙切齿 但是呢 咒祖师都是动口不动手 你很少看到咒祖师说 我要把他们撕裂 我要把他们抢 不是的 他都把这个主权 去交给神 所以他是有一个 学习依靠的心 我上个探科就讲到 这个咒祖师里边 有很多都是大卫 他写的 那大卫呢 是一个写咒祖师 最多的一个诗人 但在大卫的生命当中呢 我们好像看到呢 大卫不像我们 所说的那样 好像是那种 非常恶狠的 不是 比如说大卫呢 在逃脱 或者在这个 逃跑的过程当中 不止一回 有机会 把这个扫罗置于死地 我上次讲过 在山洞里边 他放他一马 那有一次呢 这个大卫和他的这个 有事 到了这个扫罗 安影扎寨的地方 扫罗他的兵丁 护卫都睡着了 所以大卫就进到 这个扫罗睡觉的地方 把他的那个毛枪 把他的水壶都拿走了 你想都到了卧室里边 去面对一个睡得 完全沉睡的人 大卫可以用他的 用扫罗枪 一枪就把他扎死 但是大卫没有 大卫说呢 神所高利的人 我不能加害于他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这些咒诅师 他是有底线的 他是有底线的 他一方面 诚物罪恶 但同时呢 他愿意学习信靠 把主权交给神 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咒诅师呢 很少是因为 个人的恩怨 而是处于神的公寓 和神的这个祭贤 这个角度 我们看大卫和扫罗 其实呢 不是一种个人恩怨 而是一个呢 因为神高利了 这个大卫要取代扫罗 但扫罗因为嫉妒 然后就是来追杀大卫 所以在他的里边呢 已经没有了公义 所以你看到这个 咒诅师里边呢 不是把咒诅师 放在一个个人恩怨的 一个小的一个环境里边 不是 而放在一个神的国度里边 这样一个正统的观念 还有呢 这个咒诅师呢 是希望神 快快的 按着神的警告 来施行审判 在咒诅师呢 就是希望 主啊 你历时 你现在 就来 来施行审判 可以看到 那个诗人当中的 有一个非常 急迫的一种感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 这个基督徒看咒诅师呢 有几个点来看 一个呢 他是不是个人的一种报复 另外呢 也是求神在当中 为他来申冤 也求神来施行 这样一种审判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谈一谈 咒诅师 是表达一种意怒吗 我们知道 实际上我们看 圣经里边 我们讲了 人可以不可以发怒 有人说可以发 有人说不可以发 请问 人可以不可以发怒 那我问 神发过怒没有 我们主耶稣发过怒没有 摩西发过怒没有 都发过怒 所以圣经说 人发怒呢 但是不可以犯罪 人不可以寒怒到日落 换句话说呢 这个怒气 也是人情感的一种表达 在圣经里边呢 没有说你不可以发怒 只是你发怒之后呢 你不可以犯罪 就是你发怒之后呢 发怒是你情感的 你犯罪的话中 你有一个实际的行动 你报复呀 加害就不对 而且呢 发怒完了 立刻要休止 因为不可寒怒到日落 是意思说 你不可以寒怒到明天 我以前讲过 犹太人这个日历呢 第一天是从傍晚算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呢 可以来说 咒诅诗是表达诗人的一种意怒 他对不公 对社会不公 对这个功力不公 对这个神国不公 他有一种 一种礼拜 一种怒气 我们上次讲过 这个咒诅呢 有很多 有对恶人的 对外邦人的 对一个拜偶像的 对国家等等 有不同的层面 大家还记得吗 我在我们这个诗篇 这个讲 这个赏息 最早的时候 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我再重复一下 圣经很多的篇章 都是神直接对人说话 特别看到一些这个律法书啊 还有这个很多的一些 这个圣经里边 都是神直接对人来说话 但是诗篇呢 却是人受圣灵感动 向神来说话 所以这是很不同的 不是说这些话是人的话 不是 是神感动人说的话 所以这个感动当中 就包括了这个诗人 当时的处境 当时的难处 当时的冤屈 当时的愤慨等等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 诗人呢 他把自己的情绪带出来 然后呢 他的这个情感 有一个向神疏通的管道 所以人在极难过的时候呢 需要有一些疏通 所以这是为了我们 在大卫的诗里边 我们看到很多诗篇呢 除了咒诅诗之外 他甚至来埋怨神 主啊你怎么忘记我 我要等到几时呢 要等到几时呢 在人看来 哦这好像不够属灵 一个属灵的伟人 你怎么可以就讲 这样不属灵的话呢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话 既然圣经里边 包含了这么多 带有个人色彩的一些话 其实呢 就是神愿意 我们赤路敞开 向神说实话 真的我们基督徒 很多时候 我们其实呢 面临很多的困难 我们的光景一点都不好 我们心里边知道 我们软弱失败苦恼 但很多时候 我们对外人说 哦我们很好 你好不好很好 都由我们不愿意 把我们的喜怒哀乐 向神来表达 或者向人来表达 所以有时候呢 这种呢 反而让我们里边呢 非常的压抑 所以我鼓励大家 当我们学了咒诅诗的时候 不是让大家去咒诅人 不是的 而是了解到说 神愿意 我们把里边的苦情 向神来讲出来 当你讲出来的时候呢 就引起神的顾名 那神就可以带来帮助 就带来改变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这个诗篇当中咒诅的 就是求神能够主持公义 这个光景当中的时候呢 向神来呼求 让求神来审判 来主持公义 那那些警告和那些责法呢 都应验在这个别人身上 那第四点呢 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 就说既然咒诅诗呢 是神所漠视的 咒诅诗呢 也是对我们有益的 那么能不能在教会的群体敬拜中 我们诵读这类的诗篇呢 答案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诗篇 圣经 都是神的话 为什么神的话 有些可以读 有些不可以读呢 这是讲不通的 所以呢 这诗篇是可以诵读的 但是有一个前提 就一定要告诉大家 什么是咒诅诗 那这个诗歌的咒诅的背后 有哪些背景 让我们了解到诗人当时的心酸痛苦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也知道 诗人这样讲述的时候呢 他并不是要自己要来加害 而是愿意把主权交还给神 所以这是很不同的 如果你把这些都讲清楚了 这诗篇速度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弟兄姐妹会从这个诗篇的一个角度 了解到诗人的心意 也可以知道圣灵的感动 是从哪个角度发出的 那同时也知道 神是一个宗物 这种罪过的神 让我们来学习 在这个当中呢 除了表达我们的恨物之外 也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爱仇敌的神 他不加害于人 也不会灾乐祸 也不会落井头石 所以从这个诗篇当中呢 不是学习咒诅 而是知道 这个爱是圣经一贯的主题 我们理解到这个咒诅诗背后 诗人的苦情和他的一些软弱 那我们呢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学习 好 这咒读诗呢 是一个蛮不容易理解的一个课题 那肖文师也希望就是 透过这个学习之后呢 让你能够了解 也能够明白这些诗歌啊 一些重要的意义 那我们下一节课呢 我们会讲到这个悔罪诗 这是诗篇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诗 特别是大卫 当他犯了很多罪之后 他在神面前痛悔 忏悔的诗呢 成为历代信徒 得帮助 得这个启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 好 那下一篇我们就 来到我们 这个每次我们诗篇赏息的最后一部分 也是一个最棒的一部分 就是把这个诗篇的经文 用导读的方式读出来 那诗篇五十二篇呢 是一个咒诅的一个诗 但是我们却把它变成一个祝福的祷告 我想这也是我们学习 咒诵诗篇所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好 好吧 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个诗篇的祷告文 祷告文诗篇第五十二篇 主啊 你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 真实的 永不改变 天地都要废去 你的话却不能废去 神的话永远长存 世人的言语朝令夕改 常有欺骗 那些恶人常出谎言 诬告义人 陷害忠于神的人 他们没有爱心 也没有怜悯人的心 进行诡诈 欺压穷人 恶人是神所憎恶的 但义人亲近神 信靠神 蒙神喜爱 他们好像生长在殿中的青橄榄树 神是他的力量 是多结果子的根源 永蒙眷顾和保护 他们专心靠神 慕邻波爱 广行善事 他们感谢神能的作为 在圣徒的面前 宣扬神荣耀的圣明 求神帮助我们 多说祝福的话 就如经商所记 石头虽小 却能说大话 犹如小伙 能点着大树一样 石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秘全身 带引来地狱之火 烧灭我们人生的路程 不可以以自己的财物 及富足夸口 指着主夸口 也不可说谎言的假话 假真正是诫命所禁止的 主耶稣教训我们说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如果再说 那就是出于那恶者 求主保守我们的舌头 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污秽的言语 依据也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叫神的名得荣耀 阿们 好 今天课程就在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二再见 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劳工节 再见 谢谢大家